月初先來完隻木蘭 月尾輪到馬鞍 這隻馬鞍還有機會回家鄉直撲香港 掠過馬鞍山 嘿馬鞍山我是馬鞍 風球亦可能坐三望八 根據天文台在22日下午2時預測 中心風力已到75kmh的熱帶風暴馬鞍 會線定彎兜過菲律賓呂宋 經過呂宋海峽進入南海東北部 即殺入香港800公里範圍 大致行西北偏西還會增強多一級 變強烈熱帶風暴 25日迫近廣東河岸 以105kmh的中心風力 在香港附近登陸 橫過馬鞍山一帶 剛巧馬鞍這個風名是香港提出的 馬鞍 意思正正在說馬鞍山 那馬鞍這次不就是范家鄉? 又不要那麼老定 呂宋除了有呂宋芒 還有呂宋山脈 當風擦過呂宋時 那道很高的山不單可能阻礙風捲好對流雲團 令它延遲增強 還有機會影響它初時的路徑 如果它進入南海時 位置較小 它最終在廣東沿岸登陸的位置也可能會較小 天文台暫時預測的風在香港東面近距離登陸 因為風最接近香港時已上岸減弱 而且香港吹偏西北風 較受地形遮擋 普遍風勢會弱 但萬一風在香港西面登陸 因為最接近香港時還在海上或會繼續增強 而且香港吹偏南風 較不受地勢遮擋 普遍風勢會弱 東南風還會將風暴低氣壓谷高載的海水推到岸邊 形成風暴潮 如果撞正25日早上7時半 超過2米高的天文大潮 海水就會升得更高 嚴陣低瓦地區 不過 天文台預測風暴3日後的路徑誤差 都有超過250公里 而且歐洲氣象超級電腦 在22日的運算結果 亦顯示風在香港西面近距離登陸的機會比以前高了 機會超過七成 所以風究竟在香港東面還是西面登陸 香港會不會大風一點呢? 在這一刻還有些變數 而另一個影響香港天氣有多差的變數 就是風會增強成怎樣? 雖然南海水溫偏高有利它增強 但在衛星看到 風在22日頭 中心仍未捲實高空的對流雲團 令到低層旋轉中心外路自己在裸跑 這亦都間接片視 那套上空的垂直風切變還是比較強 勁到扯下風在高空的對流雲團 因為干擾到風的垂直結構 會阻礙到它繼續增強 所以一眾主流氣象超級電腦 預測的風增強成怎樣? 都還有幾大分歧 英國和日本電腦 只是猜風維持熱帶風暴級別 歐洲電腦就說它 可能慢車邊升多一級 變強烈熱帶風暴 美國和韓國電腦就最進取了 覺得風可以升多兩級變台風 變數雖然有 但官方預報總是要出給大家看著先 天文台在22號中午調強了風雨預測 24號早上還有陽光和酷熱 但下午開始天氣轉壞 有幾陣狂風遮雨和雷暴 還有湧浪 夜晚風勢增強 普遍地區達到清淨程度 離岸地區吹強風 25號天氣就最差了 有狂風大遮雨和雷暴 還有大浪 普遍地區漸轉吹強風 離岸地區還持續吹到烈風 相當於長洲有8號波的威力 到26號早上還有強風 間中有狂風遮雨 因為天文台根據全港這8個測風站 何時超過一半持續吹強風和烈風 來決定是否改發3號和8號波 由於天文台表明 25號開始 普遍地區持續吹強風 維持到26號中午 意味3號波的機會也算高 至於長洲這些離岸地區 在25號可能持續吹到烈風 即是當日8號波的機會也相應增加 影片來到這裡 喜歡的除了給Super Thanks 還可以每月128元訂閱我們 支持Channel C出更多的影片 還有幫手like我們的後備Facebook page Channel C H K 2.0 下條片再見 下條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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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